大家好,我是偶尔 今天要咱们来做黑糯米斩 香甜好吃,做法简单 先准备200克黑米和200克糯米 加水提前泡一夜 再准备30克莲子,也加水泡一夜 第二天先把糯米和黑米逆干水分 然后一起倒入电饭锅中 加入和煮饭一样多的清水 盖上盖子按下煮饭键 蒸熟后趁热加50克白糖 30克黄油 20克链乳 25克牛奶 翻拌均匀后就是香甜可口的黑糯米饭了 接着准备小模具 把拌好的黑糯米舀入模具中 表面抹匀 再放上一颗莲子 全部做好后拌入蒸锅 大火蒸20分钟 出锅后再装饰一下 好看又好吃的糯米斩就做好啦 软糯香甜,糯糯鸡鸡鸡 用来当甜点和早餐都可以 下个 tanpa